在上期节目中有网友问我了 就说是艾滋病它的传播突经有哪些呢 今天我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艾滋病的传播突经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接触传播 它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传播突经 研究也证明了艾滋病人患者的血液 它的精液还有阴道蜂蜜物中 它都还有艾滋病毒 那么它的唾液还有我们所说的泪液 还有乳注针也含有艾滋病的病毒 所以说这个性接触传播中 大家也要注意 那么我们所说的性接触 就是指的是什么呀 你多个性伴侣 多个性伴侣 还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同性恋 那么同性恋中男性的同性恋 发病率要高一些 这是第一个的性接触传播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液传播 血液传播主要是以前呢 我们的吸毒人员 它共用了我们所说的针具 也就是说是注射器 共用了针头 输入了被艾滋病感染的这样一个血液 或者是我们以前呢 社会上都是现血 它不是像现在的现血 它是卖血 那么卖血的时候 我们在穿刺过程中呢 也导致了那个血液传播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母婴传播 感染了艾滋病的这个病毒的这个用复 在尤其是在 它在还原过程中 它可以通过 还有生产过程中 它能够通过呢 它胎排来传染给 把这个病毒呢 传染给胎儿 也可以在 后期的哺乳过程中 也就是我们说的乳质中呢 它因为它含有了艾滋病病毒 所以它在哺乳过程中 也可以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婴儿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艾滋病呢 它的传播度计有三个 所以第一个性结束传播的时候 我们要节省字号 第二个血液传播 我们不吸毒 不到不正规的地方去纹生 萌美 母婴传播 如果是母亲是艾滋病患者 尽量的不要去母乳 不要去生孩子 谢谢